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将会继续带大家体验这家饭店内的温泉设施哦 那如果是要泡那个私人温泉的话呢 也是要自己另外付费啦 然后它不包括在这个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价格里面 我住到一个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 现在我们住的是一个小时代谢风驴的私人温泉了 我们有的是那个Go to Travel的优惠礼券哦 4000块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打折 所以我们住的这个代谢风驴一个小时呢 是4500嘛 然后我们只是给大概是500日币而已 就可以泡这个私人温泉了 好现在呢我就是要先换好酒店 他们提供了这些免费的这个浴衣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包东西呢 就是里面他们酒店有提供了免费的毛巾 你们可以把自己私人的用品全部都放在这里啊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换上衣 Go 要去到这家木花的它公共御职的温泉设施呢 必须要先把鞋脱销并放在了专属的鞋柜内 打卡入境 我们呢先去一楼前台登记领取这个私人温泉房的钥匙哦 那这是我泡温泉房间的钥匙哦 服务员又提供了我一套这一件式的毛巾哦 那每间的这个私人温泉包厢呢 都代表着不同的名称 像我租到这间的温泉包厢呢 名字叫棚 现在要去找我的私人温泉包厢啦 这边是A2 A3 A4 A 你看看 这边有这个 而且是15公里 超多一点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还有附的厕所 然后这边呢 哦这边的地方 我们的是在前面 感觉我租到的是最大间的私人温泉包厢哦 而且从地形看起来呢 是坐落在角落旁 我已经进来了 各位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人温泉包厢 这边就是玄关 然后又进来就是让你挂一盒的地方 进到来的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客厅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全部都有具备齐全的 这边我们女生非常需要的东西 随便也是草食 这个就是组成的 然后还有冰箱耶 然后第三个呢 这边是榻榻米的 重点来了 现在我要带你们进去看 陆星温泉 热乎乎乎的温泉 可惜现在晚上看不到对面的富士山 基本上你如果在这儿泡温泉呢 百天可以看到熊尾照丽富士山的美景哦 哇好冷啊 这里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泡汤的时候呢 冲凉 各位 他用的产品全部是 好冷啊 好冷啊 发动啊 好冷啊 哇 哇 很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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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舒服了 这个温度 他的温泉是从这边泉水流下来的 整个露天温泉只有我一个人 我到场 有的泡市人温泉已经很满足了 这酒店的客人可以随时免费使用公共浴池的大渔场 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开放给刺青的人也能享用这个温泉哦 只要去到贩卖机购买这个遮盖刺青专用的贴物就行 漂亮 我到今年40秒 我到这区 欸 。 太棒了 我的頭髮都濕了 好像有一點葉子掉下來 我的頭髮已經更加美了 我泡的是30英度的 溫泉 一起吧 各位真的很推薦你們來到這裡 Gottem Puppet沒有好熱 如果打算來這裡泡一日溫泉的話 這裡的收費是76日底 那是混浴溫泉 就是全部人在一個很大的露天溫泉那邊泡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泡 好像我現在這種私人溫泉湯的話呢 就是一個小時稍微比較貴一點 就是450000元并 限制是2個人 那如果是你們一家人 是非常多人 佔你的小孩 可以進去一個比較大的露天溫泉 那個是6-7人 價錢大概是75萬元郵 thumbnail 大家都可以去官方網站 去看實際上的價錢 那如果你是像我這樣子 比較喜歡享受實命的個人空間 或者是害羞跟陌生人坦誠相見的話呢 這個木花之湯的話 这也是设有了19间私人温泉包厢 也就是现在我租着的切实风雨 泡完走啦 时间过得真快 一个小时 好快哦 好啦泡完温泉 当然就是要带你们上去第二楼富士景观的休息室 那从这房间走去呢 是可以看到有很大的落地窗官网最佳富士全景 现在晚上看不了 不过影片最后会拍给你们看哦 此外呢二楼也是有专有的这个按摩区 也有收纳的浴室 再来这里有许多知名的漫画可以让你挑选 把你最想看的漫画书呢 拿到你最想躺的休息榻榻米室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 真是超棒超舒服 我现在指着这个落地窗呢 早上是可以调望到最佳富士山的美景哦 那这里呢还黏着Socialistan的壁纸哦 好舒服啊 那接下来呢拿着一个我超爱看的甜点师傅 去另外一个有榻榻米小哥了的地方 炭酥 那休息室呢也设有了饮料自动贩卖机 还有大家有想看到的日本厕所 那进入厕所呢也得要穿上他们专门提供的拖鞋哦 而且具备超完善的整体也超干净的 真是可以看到整个view的附近 这家饭店简直真是太完美了 如果刚好去异店场逛的话呢 这家饭店真是非常好的选择 在这里呢可以享受到最崇尊的日本温泉饭店的住宿体验 大家觉得这四星级温泉饭店怎么样呢 欢迎都可以在这个底下留言哦 那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替我按个订阅关注 并打开小铃铛 欢迎追踪我的IG 最后替我做个三不起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很快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blunt 咱们 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